我們現在在海洋公園了 你以為我們要進去玩嗎? 當然不是 我們吃泡妃好嗎? 我去吃自助餐好嗎? 她不理我了 嘩!Chopper是你表妹嗎? Mommy 為什麼今天的狗對我完全不熱情 好可憐啊 爸爸呢? 爸爸呢? 爸爸也來了 這麼開心嗎? 這隻小狗很開心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我們帶了Chopper去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知道我們現在背景在哪裡嗎?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Go 在標題就會知道 我們今天來到海洋公園旁邊的Mario酒店 一下來就看到他們的遊泳池 因為酒店都有推出一些小狗的Staycation套餐 所以在這個戶外範圍只要拖著繩 Chopper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周圍走 你為什麼不走? 我們前面跑走走 然後還寬了一個小範圍 有些小狗設施給他們玩一下 這裡就不用綁繩了 我打算幫Chopper穿衣服 誰知道,大家看看 其實有沒有小狗真的會自己去玩滑滑梯呢? Chopper 你真的要去吃什麼? Nami呢? 等一下,走前了 不能帶Chopper進海洋公園 但酒店範圍有一個大魚角 可以跟Chopper看看魚仔 拍照 雖然他好像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我開心就可以了 Chopper走吧 去吃東西好嗎? GoGoGo 走吧 走吧 我們坐的位置剛剛好對鎮游泳池 他也在這裡很晚 9點多還有人游泳 而我們帶著狗仔來吃Buffet的用餐位置 就會在餐廳門口一張一張四人桌 沒錯,今天就是帶Chopper來吃Buffet 這個 是Nami 他是我表妹的狗仔 是不是很有趣呢? 今天我們來到海洋公園的Mario酒店 在這裡 很開心 因為這裡有open area 有這個優勢 可以帶他們一起吃Buffet 除了我自己享受Buffet的美食之外 我又覺得可以帶Chopper出來玩 真的很開心 我很想知道 究竟Mario酒店這裡 究竟有狗仔 是一個賣點 其實有些食物一般 還是質素也好 環境也好 我們一會就可以揭曉了 他們兩個其實不朋友 Chopper現在正在餓 所以我們 你咬我的手 這裡很貼心 他們準備了水給小狗仔 Chopper真的肯喝 還有兩碗都喝完 真的嗎? 好 好 一進去拿東西吃 第一樣東西看到 就會是這個旋轉雪糕櫃 裡面有不同牌子 不同味道 而凍海鮮的選擇方面 就會有蝦、青口、蟹腳、蜆 還有鱲 選擇不算很多 雪櫃那邊就會有很多不同的沙律菜 還有配料、醬汁等等 也有幾款已經完成的沙律 我喜歡吃水牛芝士 Cold cut方面也有火腿、煙沙文魚 和一些芝士 刀 刺身方面 沒有沙文魚 但是有豬魚和油甘魚 還有壽司 冷麵 但是這些我沒有吃到 趁著自助餐 剛剛開始 這些甜品還很完整 我先拍了 有不同的蛋糕、不同的塔 旁邊雪櫃還有一些一杯杯 小小的甜品 而我最有興趣就是這個 迷你葡萄 我還發現這裡有夾糖角色 雖然凍海鮮沒有龍蝦 但是這裡有清蒸龍蝦 還有不同的熱婚 我就不特地逐樣拍給大家 作為一個湯怪 這裡西湯就是南瓜忌廉湯 然後中湯看上去好像茶餐廳的泥湯 不要緊 這裡是有燉湯給我選擇的 來吃Buffet又怎可以沒有牛扒呢 這裡還有羊架 然後去到燒烤區 我看到我的衣衣不停夾鮑魚 難道真的很好吃呢 這裡還有煎鴨乾 三文魚 還有這個超好吃的蒜蓉包 有雞翼 還有 鮑魚留一隻給我 然後比較特別就是 這裡有潮式滷水 有滷水鵝 一些大蜜魚 我覺得蜜魚比鵝的好吃 還有很搞笑的有蝦子撈麵 既然我不是一個專業食評的頻道 當然是胡亂拿東西吃 我不客氣了 Chopper 你開心嗎 前面有這麼多東西吃 嘩 很棒 是不是 吃什麼 其實之前我都帶過Chopper去香港另一間酒店吃布菲 但我覺得這間的種類多一點 我就吃得開心一點 你看看Chopper 看到蝦的樣子 很猴禽 他真的在舔你 暫時吃了第一回合 我的印象就是 這裡的食物質素真的不錯 首先 刺身比我想念中好吃 因為通常酒店布菲刺身是一般般的 但這裡的帶子和詞語我都是有驚喜的 然後 冬蝦 我覺得一般不夠爽 但要少少覺得梅蛋 但他們的蟹腳是比較鮮甜的 所以在蟹腳中 很可惜 在這裡生和熟的蠔都沒有 有少少遺憾 但我看到有和牛 還有牛扒 還有羊架 一會就會煮 現在我先吃龍蝦 我想說 龍蝦咬不開 牠不彈牙的 很緊實 雖然這裡供應的不是鵝肝 是鵝肝 沒有那麼香濃的味道 但是 它真的可以煎到剛剛裡面融的感覺 很緊實 最重要是口切 所以煎起來真的很好吃 其實我真的很小吃 大約吃了4-5回合 就停手了 這個蝦子撈麵 我覺得好看不好吃 好了 拜拜 我去拿東西吃了 拜拜 來了Choppa 有些什麼 對了 有朋友在這裡玩嗎 我們這裡有一隻飲飽吃醉的糯米 Choppa來呢 你有沒有飲飽吃醉 你要睡覺了 你真的這麼晚 那我們去坐地圖回家好不好 地圖呢 地圖呢 地圖在哪裡 在哪裡 我們真的很可愛 好了 我們回家吧 看到Choppa今天玩得那麼滿足那麼累 我也覺得很開心 自助餐的資料我會放在info box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看這類型帶狗仔出去玩的影片系列 因為拍得真的很辛苦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既然是6月3月和7日 更是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拜拜